好 回來我們講 今天有一個訊息 說真的 他本來還有一點亂 因為早上一播 下午又一播 這個新聞轉來轉去的 我們就來講這個邪有病童 大家知道他現在人 在武漢 湖北 非常非常需要協助 因為媽媽都又再次的求救了 你看這個媽媽 她其實都說 每週需要打一劑 大陸沒有新藥 孩子28號就已經進入 帶藥危險期了 今天都幾號 今天24號了 好緊張 所以希望趕快回來 回來就醫 衛部部長陳時中就有講說 其實2月20號就已經開了4劑 那藥可以用到3月28號 可是問題是 他手上沒有拿到 你看金門台商的協會檢會長 他就說可是你開了劑 但是還沒有送到大陸 他們手上真的在金門那邊的藥 就只能撐到2月28號 所以這個媽媽求救是真的 衛部部長陳時中說的 那也是真的 但是重點是 他要能夠拿到藥 要拿到這救命的藥才行 好 所以今天早上 本來有個消息 讓大家覺得還滿振奮 說什麼武漢說 已經可以部分解禁了 因為大家知道說 那個是封城 所以是不是可能 就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解套 但是後來到了下午的時候 又有一個最新的訊息說 沒有 沒有這回事 對 說這個只是一個地方 可能是交通部門發的訊息 但是沒有經過中央的同意 所以又取消了這個禁令 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訊息 也非常特別的 就是這個金門 台商協會的檢會長 他接受媒美媒的訪問 說這個原來血友病的媽媽 跟血友病的病童 他們從昨天晚上11點多 就已經開車從金門出發 預計在今天的下午 3點40幾分會抵達到重慶 然後接著8點34分 到達了四川省境內 10點20分會到達成都的機場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訊息 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的混亂 也不知道到底血友病童 他們到底出了武漢 出了金門 出了省沒有 所以說現在他們到成都機場的話 那表示就是說 要搭飛機回來囉 我們其實也有聽到的 最新的訊息是說 好像長榮那邊有一些動靜 好像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準備了 所以是不是可能這個孩子 真的可以被媽媽帶回來 趕快就醫 趕快拿藥 這個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韓斌 是 因為現在 他如果是昨天晚上 就發出這個消息的話 我們知道他現在大陸 尤其是湖北省 他對外的交通幾乎是斷絕的 當然除非你要出來 大概就是要拿到 他們的一些特許的通行證 他們有這個把握 是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拿到 拿到了之後 所以才特別遵許 他們開車直接到成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天晚上他們就可以回來 當然回來了 他也是一樣 因為根據我們對那邊的禁令 他回來就是要隔離14天 要繼續觀察看他們 當然我希望他是沒有任何問題 之前很多消息傳得很亂 包括有一些人故意講說 說什麼他的父親是大陸人 根本不是台灣人 所以故意去講這些東西 後來陸委會出來澄清了 他的生父確實是台灣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中華民國國籍 他媽媽也是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理由 不讓他回來 至於說要的問題其實也解決 就是對 陳時中也沒有說謊 2月20號我們確實要給他 但是你已經發出來 並不代表拿到他手上 這是兩回事 因為他人在那個地方是被 大陸對外的交通不便 已經被斷絕了 很多人在吵說 大陸又有這個藥 為什麼他不去買 據我所知 中華大陸好像真的有這個藥 但是很貴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們現在好幾個地方 交通都斷了 他就算有 他恐怕也買不到 而且我也聽到有句話 是說好像那藥就只有這邊有 那是新的藥 所以他在這邊取得不便 有人在講說中華大陸也有人賣 但是非常非常貴 但是我想就算有 大概也是在那種 沿海的大城市這些東西 你要在內陸恐怕也不可能 買得到這個東西 他的醫療體系可能都已經崩潔了 是 所以你光連出門交通 都是個問題 請問他在哪裡買藥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去傳 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就是我們台灣的小孩子 所以他回來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東西 至於你對他的母親 或者對他的家人 有什麼其他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政治不同 我覺得那個是大人的事情 跟小孩子沒關係 孩子合乎 對 不需要去扯這些東西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同胞 是我們的小孩 我們就是要救他 這沒有什麼好去講 至於有人說 現在很擔心 比如說像館長這些人 就說你現在把這些人 一個一個都接回來 台灣的疫情就會越來越嚴重 我真的必須說 照你的說法是說 就算他是我們台灣人 你也不讓他回來就是 意思是這樣子嗎 只要有可能會增加 我們風險都不要回來 要不要從今天開始 台灣宣布封島 封到整個疫情全部結束之後 再讓別人回來 你打算要這樣子嗎 所以我真的拜託 我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去挑撥 這種族群之間的不愉快 去挑撥這種意識形態 去散佈這種仇恨言論 我看他在直播上 這個館長 甚至在說他拿棒子什麼 去打那些國民黨的誰誰誰 連這些都講出來 有必要去講到這樣子嗎 散佈這種暴力言論 在防疫的期間 你覺得這樣是好事嗎 所以我拜託這些人 我知道你們是網紅 但是不要再作亂 這樣不會讓你的人格高多少 有 這館長我們就講了什麼 接圍台商確診的越來越多 還說真的有台商在那爬爬走 應該要這個隔離檢疫的 居然還在那裡亂跑 什麼新聞都有報 就用那樣子一個例子 就是說台商你們通通 都不應該回來 然後還說回來損失的是 台灣的經濟體 掛掉的也是台灣的經濟體 就整個好像千錯萬錯 都是台商的錯 都是協助台商的錯 都是這些藍的人的錯 怎麼現在就變成這樣了 完全是在操作意識形態嗎 而且你看回來講 剛剛我們講這個血友病童 他真的是何其無辜 他需要醫治 他需要那個藥 那是他的救命藥 可是看到網路上面 真的有好多人 甚至包括什麼前外交官 都在那裡放假訊息 錯誤的訊息 你看第一次包機的時候 當時大家還在講說 你血友病童 應該趕快讓他先上 結果現在知道 原來他的媽媽是陸佩 現在開始就有人消息說 連這個血友病童 都是中國國籍 不是台灣籍 徹頭徹尾的中國人 台灣不欠你什麼 結果陸委會副作意出來說 血友病童跟他的爸爸 跟他的媽媽 他們都是中華民國國籍 都是國人 所以我們要予予協助 結果你看這個前外交官才感覺說 我們是看臉書上知名的粉專 還有一些臉書說 我只是引述 歐明教授 惠文哥 這個已經把人道放在很後面 你是占協同了 就是說你不是中華民國國籍 你不是台灣籍 你之前說什麼同情邪有病童 趕快救回來 都是沒有了 你就是中國人 你就自己在那邊想辦法嗎 這個剛剛賓哥提到館長的言論 坦白說如果了解館長 歷來的這個形式風格 不會太意外 但是我想請問陳時中部長 哪一個才需要開罰 上個禮拜我跟葉署長 都一起參加王佑正的節目 浙江台商的爸爸打電話來 整個過程裡面 王佑正處理的沒有任何問題 可是第二天記者會說 這個要罰 你要罰什麼 我不曉得 你要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還是廣電刪法 我不知道你罰什麼 那個沒有任何的問題 反而像館長這種仇恨的言論 比較可怕 這個武漢的封城是1月23 今天是2月24 所以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我們一般的隔離是14天 他現在那邊在武漢 這個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他能夠撐一個月 所以疫情我要來算個帳 我們看第一波武漢的包機 回來是2月3號 2月3號回來 第一波武漢的包機 結果回來247名 後來有一個人確診 一個人確診 247分之1 一個人確診 可是這個時候 觀眾朋友你看 特定的媒體跟綠營的名單 是怎麼罵的 他罵的都很難聽 跟館長差不多 阿公的陰謀 木馬塗層 運送病毒 要不要怕死 你運送病毒 247個一個確診而已 就說人家運送病毒 我拿這個鑽石公主號的新聞 給大家看 這是美國跟澳洲 其實日本也有 就是說他們從鑽石公主號 然後撤僑之後回去 回國之後出現確診的病例 也就是 我請問大家 難道美國跟澳洲跟日本 甚至以色列都有 難道他們也是運送病毒嗎 你們在那邊檢測沒有 然後回來之後確診 然後就是 就叫做運送病毒 就叫木馬塗層 那都是騙人 那都是仇恨 你看蔡總統發明這個 這個我講一下 他說要用橫濱模式 來處理武漢台上橫濱模式 什麼叫做橫濱模式 我完全看不懂 其實應該比較精確的 叫做鑽石公主號模式 這個模式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郁星我們了解說 我們這邊的專機派到日本 然後我們的檢疫人員 能夠做什麼 其實什麼都做不了 剛剛葉書長也解釋那個 就是說你現場能幹嘛 就問問你的接觸室 旅遊室 然後幫你量個體溫 幫你穿上防護衣 他能夠當場去給你什麼 什麼採檢嗎 不可能 他不可能在日本當地做 也不可能在專機上面做 也是回來我們這邊之後 現在一採二採出來 都是陰性當是很好 但是你說這什麼模式 我不太同意蔡總統講這個 蔡總統說 鑽石公主號歡迎回家 我們也歡迎回家 可是我要請問蔡總統 那979個台商怎麼辦 你都沒處理到 這樣不行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已經太久了 本來第二波包機是2月5號 今天幾號了 這新女婆 讓他們早一點回來 不要拘泥於什麼橫濱模式 蔡總統 救人第一 先把人救回來再說 是 好 廣告之後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討論 看到今天當然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這個協有病童 可能跟媽媽在晚上 就搭機要回來了 但是現在你看看 媽媽之前求救說 沒有藥了 不夠了 怎麼辦 緊張 然後衛福部長陳時中說 其實是有藥 藥已經開出 而且可以用到3月28號 馬上你後來看 有包括1450帶風向了 還說這媽媽是不是有多貪心 明明藥還夠 是三天當一天來吃嗎 馬小姐就是指這個母親 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幫兒子去找 醫療資源不是給你吃到保用 爽的啦 王定宇甚至也在說 什麼病童的藥不夠 那是說謊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來 署長 這個怎麼樣 這個藥說已經都開出去 到3月28號了 他在開一個處方 我可以連續處方 但是你每一次只能領一個月 當初應該給他 就是方便 就是一次三個月就給他領準 但是因為藥太貴 我們就規定 你每一次只能領一個月 真的有用完再領第二個月 所以他處方可能到3月28 他只領到2月28 所以他確實沒拿到 你們不要罵他 他沒拿到 是處方到3月28沒有藥 還在醫院裡面 所以趕快把他接回來 因為這樣子 從人道上好像不好 就因為政治上 因為在安排上搞不好 但是不要害到這個小孩 讓他回到台灣 也有一些人說法就是說 你在大陸你就可以自己去找藥 為什麼非要從台灣 拿這個血油病的藥 在武漢 而且他是在武漢外面的什麼 金金門 在鄉下絕對沒這個藥 因為這個藥非常非常貴 而且大陸的藥是我們台灣的四倍 他一個月可能要花掉100萬台幣 不是每個台商都是賺一年 賺這麼多錢 是嗎 我們台灣還是比較好 趕快回來